近日,来自澳大利亚、法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荷兰、菲律宾、泰国、美国、吉尔吉斯斯坦等17个国家的22位外国媒体人,先后赴乌鲁木齐、图鲁番、伊迪、喀什等地,与当地各族民众深入交流,体验新疆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的发展。 一周时间里,他们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,参观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、喀什古城等地后,他们都感受到新疆社会稳定和谐、经济迅速发展、文化多彩繁荣、人民安居乐业。 非常感谢这次能够邀请我们来到中国,来到新疆。 在这里看见了中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新疆的历史文物,遗址遗迹,也感受到这里在过去多年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的成果。 如你所说,非中两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,我会把在中国看到的分享给国内观众,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情况。 相信对菲律宾的发展也会很有帮助。 我第一次来,经过这次的所见所闻,我发现新疆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地方,人们享受着幸福的生活,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地方的人们都生活在和谐之中。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,俄罗斯塔斯社编辑马格西姆·切列维克看到了在俄罗斯卖得很火的一款巧克力。 他告诉记者,他从这里了解到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往来的细节,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发展的潜力,并计划就此进行采访报道。 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贸易量很大,在这我看到了好多俄罗斯的产品,特别是有一款卖得很火的巧克力,我特高兴。 我看到新疆稳步发展,文化繁荣,人民生活幸福,我知道中国在保护地方文化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,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工作岗位。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,这非常有意义,也让新疆发挥出了自己的潜力。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主持人,记者朱马别科娃·达亚纳,拿着手机拍了一路。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新疆博物馆,让我了解了新疆的历史,新疆的文化,还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很多化妆品,包括农副产品在这里销售得很好,希望有更多的中方企业能到吉尔吉斯斯坦去开拓市场。 卡吉克斯坦与喀什相邻,来自该国的摄影记者阿卜杜·卡霍罗夫·乌斯蒙,在喀什参观了艾提卡尔金针寺、喀什棕宝区,看到喀什古城的巨变感触颇多。 他告诉记者,这些年通过中欧班列等方式双方贸易往来更加密切,希望两国未来能有更深入的合作。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,我对两国的合作是非常有信心的,简禁很广阔,尤其是在技术合作领域,希望政府间能坚定更多促进贸易往来的协议,促进两国两地之间贸易额的增长,同时也希望能从塔吉克斯坦进口更多的商品到中国。 在新疆吐鲁番、新城西门村,主播带货的热闹景象给泰国经理人班记者郑全知留下深刻印象。 郑全知说,农民通过新的农业技术将葡萄加工成不同的制品,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,让产品抵达千家万户,这给同样水果物产丰富的泰国带去启示。 来自沙特欧卡兹报社记者,文化事务顾问阿里·穆罕默德·加姆迪 是第一次来到新疆。他告诉记者,之前时常通过新闻了解新疆的故事,这一次近距离看到了繁华的现代喀什市。 对于我们而言,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吸引力。 中国人口庞大,文化深厚,各族民众生活不断改善,和谐共处,两国人民友好往来,我觉得非常好。